男怀仅泄露天机,天人也有生理需求。这种方式一般人受不了。万丈红尘敌心性,身正心倾天的宽,人生再是不过十色性也。性这一行为无论是任何人,都是十分需要的。身体是一报,一是思想是正报,就是知觉感觉。男女二人在一起,则流出不静。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一顶档案。 性欲是人身体本能自然的反应,注意是身体的反应,不是头脑的,也不是心灵的。众所周知,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七情六欲,淫欲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人类以及一切众生繁衍生息所不可或缺的。 作为普通凡夫,拥有淫欲就像自己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欲望之一。即便是天人,也有自己的性需求,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呢? 我们生在红尘中,各自都有自己的红尘俗事,人人都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没有好坏之分。 对心念正直的人来讲,七情六欲可以带给自己生命的原动力。 如果对七情六欲过度沉迷执着的人,就会给自己带来苦难,尤其是淫欲之心,往往会使人沉迷苦海,不能自拔,以至于折损命中福报,导致家道败落。 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我们需要修行,修正自己的心念,让七情六欲成为我们生命的原动力,而不是让自己的命运被七情六欲所驱使。 无论有无信仰,贪色好淫之人,都会折损命中的福报,世人最难克服的也是淫欲心。 人的性欲到底什么时候才没有呢? 科学研究发现是可以一直到死,假如明天你死,然后今天你还是可以有性欲的,可以有性生活的。 原觉经,约,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失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 即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由淫欲而产生,具体到人类,性欲正是其投生为男女的内在动力。 阿皮达摩大皮婆沙论,卷七世详细描述了由性欲推动个人投生的全部过程。 首先,当父及母居起淫塌共和会时,处于忠有状态的生命体,由于素氏与此二人的姻缘,见到父母交合的情状,便于父与母爱慧二心斩转献起,将生为男者。 乃由于忠有与母起爱于父起慧,坐如是念。若比丈夫离子处者,我当与此女人交汧,坐是念矣。 颠倒响生,见比丈夫远离此处,寻自献与女人和和,父母交汧精血初食,便为父经事自所有。 见以生喜而便迷闷,以迷闷故中有粗重,既粗重已便入母胎,自献己身在母又邪向己蹲坐。 耳时中有诸运便灭,生有运生,明节生矣,生为女者,乃因忠有,于父起爱于母起慧,坐如是念。 若比女人离子处者,我当与此丈夫交汧,坐是念以颠倒响生,见比女人远离此处,寻自献与丈夫和和,父母交汧精血初食,便为母写是自所有。 见以生喜而便迷闷,以迷闷故中有粗重。 既粗重已便入母胎,自献己身在母左邪向父蹲坐。 耳时中有诸运便灭,生有运生,明节生矣。 可见,没有性的动力,便没有人的延续。 不生而为人,当然也就没有人的烦恼,非但人是如此。 其他诸有情类,亦多岂如是颠倒响以而入母胎。 故,愣言经说,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断除生死轮回烦恼为目的的佛徒要积极于先灭除性欲了。 以上仅就佛教对待性欲的一般态度而言。 纵观佛教发展各个阶段,对性欲的具体态度又有不同。 小乘佛教禁欲论应该说,原始佛教采取的禁欲思想构成了三系佛法的基本态度。 但相对于大乘和密乘而言,小乘佛教表现出更简单,明确,更形式化的禁欲观念,为求达到极生超越个人痛苦,是淫欲为修行解脱的大敌,通过严格的戒律禁欲而至彻底消灭性欲。 乃小乘佛教的一贯做法,增益阿含经,卷五云,贪淫之所染,众生剁恶去,当勤舍贪欲,变成阿那含而且。 根据早期佛典,隐欲除了是人类投胎轮回的动力之外,它作为内在的根基或源泉,结合其他诸多因缘,还给世间带来各种痛苦。 大家都知道,佛教的清静形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断除性欲。 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有许多的误解,那就是把断除性欲理解为断除性行为。 其实,佛教本身并没有把性欲的满足看成是穷凶极恶的行为,和人道众生相比,某些天道众生也有性欲,他们也是要得到满足的。 而且欲界天的性行为,和我们人间的性行为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而更高层的天界众生,其满足方式就更清静一些,比如相互拥抱,相互握手,相互微笑,相互对视。 他们只需要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得到满足了。 而我们人道众生在增结的时候,随着福报的增长,人类性行为也会向天界的行为方式过渡。 所以说,佛教并没有把性欲的满足视为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而仅仅是视为一种欲界众生都有的行为。 只不过性欲是所有欲望之中最难去除的,也是众生得到解脱的最大障碍之一,从这个障碍解脱的角度来说。 性行为是有罪的,而且从戒律的角度来说,违反相应身份的色戒也是有罪的。 但佛对在家众所知的戒律中,只是不允许人们发生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并没有说只要学佛的人都要禁止性行为。 而且佛也没有说过,所有学佛的人都必须持戒,你可以学佛但不持戒,也可以自觉地持戒,不持戒是无法向更高的境界修行的。 但愿不愿意得到解脱,又完全是每个众生自愿的事,佛并没有强迫人们要怎么怎么样做。 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正常的性行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 认为自己是学佛的人,就要对自己无法克制性欲的行为产生种种负罪感,这其实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明白,性行为是人的本质行为之一,克服性欲的人其实已经超出了人道,甚至已经超出了欲界天。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其强迫心理。 据一些性研究资料表明,有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心理的控制下,对自己的性行为产生强烈的负罪感。 他老是想克服这种欲望,但又总是克服不了,结果克服性冲动的愿望反而让他的注意力老是集中在性行为上。 本来人在性行为之后是要休息一段时间的,这是正常的间歇期,但他一字则,心里一紧张,这个正常的休息过程反而没有了,成了连续行为。 这反而导致了性行为过于频繁,对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所以,在家人要想健康愉快地修行,那就先要摆脱对正常性行为的道德强迫心理,要知道,性罪恶感是中国封建文化扭曲人性后造成的。 而封建道德的根本作用只是为了方便当时的社会统治,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存在其中。 而佛教对性行为从来没有做过不道德的规定。 佛教只是认为性欲是众生脱离生死的根本障碍之一,为了出离苦海,所以要修断性欲,而修行人的行为只要不违犯戒律,就可以建立得到解脱的基础。 当然,我们这里都是对在家信众说的,因为出家人受戒后有戒体,戒体可以帮助修行人在预脑中得到清凉,这其中还有这样一层奥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行。 但是为了向更高的层次修行,我们还是要有修断性欲的愿望。 但大家要明白,在家修行的人最终是要断性欲,而不是断性行为,如果只是断性行为。 那么太监都是圣人,怎么断性欲呢? 那就是要按佛说的方法去实修。 有很多人以为断性欲是强行断除的。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断性欲是按照佛说的方法一步步深入去修,慢慢地去除了业力、习气、执着等一系列烦恼因之后,自然断化消失的。 但一定要真正修法才行,如果大家不肯放弃一些习惯和享受,老是受到各种刺激,那有愿望也是没用的。 要断性欲,先要从在家八戒开始修,修得时间长了,性欲就退了。 不是说要没有时它就永远没有了,但你可以轻松地掌握自己。 控制一下就消失了,那么开始的时候做不到怎么办呢? 请大家记住,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自己能不能做到,断除性欲的根本方法并不是强行。 而是要渐渐地改变自己的业力习气,这才是断性欲的根本方式。 比如敌人很强大,我们可以小不对小不对地消灭,最后再全部消灭它。 如果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全副武装去拼搏,那是少有不失败的。 所以,凡是有志气修清净犯行的再加重,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请您先不要对自己的性行为感到负罪,应该通过正常的性生活让生命力的一节解散开来。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不断地使自己的生活清净,从各个方面着手,渐渐地让它越来越清净,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戒行清净的真正快乐。 佛说持戒是快乐的正因,这是事实。 凡夫认为持戒是受苦,就是因为他们永远都不肯亲自去试试。 一旦体验到了清净所带来的身心快乐,你们就要明白,自己的性欲正在不断的退化之中。 这时,大家可以亲自比较一下,看看自己的性行为是不是越来越少,而且欲望越来越淡。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持戒就能成就的。 最好能常常学习佛经,因为这际可以开正智慧,又可以消罪基伏。 要知道我们在修行过程中所体验到的种种法乐,其实都是福报的表现。 他恋沉溺即是苦海,想要人生活过得潇洒幸福。 淫欲新必除,色欲邪淫是祸,君子则因祸而得福,小人则因祸而加祸。 所以,世人在女色邪淫关头,不能不彻底看破,再行愚恥之事。 对于克服淫欲,可以做以下几点观想,用心领悟,绝对有效。 一,闭目养神法,面对能够让你产生欲望的人和事物,不管是由于他,他的外表或者暴露。 还是其他因素,你做的就是不看,然后闭目养神,心里默念阿弥陀佛,然后面图就会一点点削减,人变得心静如水。 二,克服淫欲新界食五心,佛说,是五种心,熟食发银,生蛋增惠。 所以,想灭淫欲的人,应该不吃五心。 祝,一般认为,五心的概念是,葱,蒜,韭菜,蟹和杏麒,及洋葱,并要牢记。 三,克服淫欲新界肉食类,入大成棱家经,佛说,肉食掌身利,由利生邪念,邪念生贪欲,故不听食肉,由食肉生贪,贪心致迷醉,迷醉常爱欲。 不解脱生死,所以,想灭淫欲的人,应该戒掉肉食。 四,克服淫欲新远离黄源,要从从源上减少淫欲生起的念头,尽量避免色情交谈,避免看听引发人色情欲念的书或音乐,还有影视作品和网站,尽量避免一激起欲火之欲乐,因为一被境界所转,所以必须暂时不要太接近色欲之境。 借除淫欲新,以培养正气,阿弥陀佛,欢迎点赞订阅,功德无量。